然后继续翻唱 上海队的小巨人姚明 在扣篮 盖帽 以及篮板 这三项中排名第一 八一队的张斌 和广东红远队的张勇军 被评选为最佳教练员 用势力 换帅风波的辽宁火神特纲队 本轮客场挑战云南红塔队 执行主教练李树斌的到来 并未能够使全队振奋精神 反倒是主场作战的云南红塔队 恐怕很少有人会想起 那些早已经尘封在岁月之中的故事 也很少有人会留意 那些与你擦肩而过的 平静安详的老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通过一位普通老人 和他珍藏品的故事 走进一个过来人的世界 七道房村是辽东半岛上 一个普通的小山村 因为交通不便 老一辈的村民们 很少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 七十四岁的江兴隆 是他们中唯一走出这片山 到过南方 还出过国 和外国人打过仗的人 他的那些经历 曾让当时的同村人刮目相看 随着岁月的流逝 人们逐渐淡忘了很多过去的往事 昔日的名人 如今已变成一位普通的山村老汉 在晚辈人的口中 再也听不到江老汉 当年让村里人 津津乐道的故事了 东北的山村 第一场雪下过之后 要等到来年的春天 才会融化 江兴隆对这样的天气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在他的记忆中 人生中很多重要的历程 都是从这种天气开始的 1948年1月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冬天 整个东北还在硝烟弥漫 村里号召小伙子们当兵入伍 20岁刚出头的江兴隆 是江家的长子 又是村里的民兵 自然就成为 东北野战军的一名战士 在一个飘雪的冬日 江兴隆跟随部队 走出了村子 这一去 很久都没有阴性 村里的人们都传说 江兴隆没了 直到一年之后的又一个雪天 一张立功的喜报 却突然寄到了江家 这么看 革命军阴 立功喜报 江兴隆 江兴隆 兴隆是我母亲 共父江兴隆 同志 那是一次令江兴隆 永远无法忘却的经历 在平静战役的一次战斗中 江兴隆所在的部队 遇到了130多名 国民党军的顽强抵抗 在伤亡了两个牌的兵力之后 江兴隆只剩一人冲了上去 一冠第一后白酒 我一忘了 你两个好够啊 冠刀两个好够 撬红啊 国民党 你说你害怕 后一不上来 我就都火上来 我就从后一拉 我就不要等 我后一都怎么好 他们谁回头枪放谁 把人快拿等车 你交响不啥 都绝手了 他们都给绝手了 就这么这个林霞大口 战斗结束后 上级给江兴隆颁发了军功章 一枚勇敢奖章 我就不用凭 当时全他就撑进了 130个印 这都抓住些印 我也没吸引到啊 平静战役结束后 江兴隆又跟随部队南下 横穿了整个中国的土地 全国解放后 又远赴朝鲜 参加抗美援朝 他在朝鲜 孩子干门大学都知道 美国话 哈喽 你当你又不回事 安得给我抗 你要想不啥 也许是离家的时间 太长太久 江兴隆做梦都想到 自己是再也看不到 家乡的土地了 那场战争留给他的 是一段特殊的记忆 赶回国以后走到展栋 这叫飞机啊 咱展栋不是有飞机场吗 飞机一起飞 哎呀妈把我吓 我就不知道在哪都怕就好 说这自己的飞机还怕 没信我还能回来 1955年 当鸡血开始融化的时候 离开家乡 已有八年多的江兴隆 终于回家了 他的归来 在这个小小的山村中 引起了很大轰动 梅人们争相为这个 已过了成家年龄的 小伙子提亲 当时的江家很贫寒 他们看中的是 挂在江兴隆胸前的 代表着他征战精力的 一枚军工章 和六枚战役纪念章 老伴不识字 而江兴隆算是有点文化 见过世面的人 更何况 代军工章的人 在村里还是独一份 在老伴眼中 那几枚小小的奖章 不仅是荣耀的象征 更是一种生活的保障 然而 还没容他细看 江兴隆就将奖章 从胸前摘了下来 放在了箱子的最底层 就连那段有关他们的 最值得炫耀的故事 也不再向人提起 说我们子女 我不知道是理工 他没讲过他理工的事吗 没讲过理工 讲过他的战争故事 但是理工才没讲 他那里去经济上 相当未懂 一般的不让我们看 在我长期三十岁当中 就看了两次吧 秋天江大 我父亲那天怕羞了 我们父母 我父亲拿出来摆楼摆楼 还没给他看一看 再就是在 我在二十五六岁江大 看了一会儿 再从来没看上过 有些老的 他知道我理工 有些他年轻他不知道 我也不大给看 要不是我一半不强 一个家为什么知道的 要不是要干什么 你要奥特大 你嫌你游共资产的意思 那么你没理工的 你没打仗 咋做的得够 算什么 没有算什么 不算什么 这就是说老花能干活捧我 就是个英雄 不捧你什么英雄 七大房村 位于普兰殿市的北部山区 四周群山环绕 四百来户人家 就散落在两山之间的 一道家沟里 由于能耕种的土地不多 山坡上只能种些苹果树 跟四里八乡比起来 七道房村还属于贫困地区 江兴隆回村前 本来已经转业到大连钢厂 当车间党支部书记 但因为七道房村的党员少 村干部们 看中了这个立过功 得过奖的转业军人 于是就藏起了他的户口板 不让他返回大连 江兴隆只好再次当了农民 先是合作社社长和生产队长 后来又当了村里办的 骚饰厂的厂长 这个厂长他当了三十二年 会有别的价值 因为买药极等用钱 江兴隆经不住收藏家的劝说 犹豫再三 最终将军功章 纪念章 立功喜报 以一百零五元的价格 卖掉了 我当时我就开始活了 我把我母亲好歹说 咱们家就是缺一百零五 我去倒戒 不就一百零五吗 这是我父亲的遗生 就是我们国内家那下去 看看我父亲的东西 我父亲都不信 特别那家的特别的爱惜 我最主要就是 这阿爸这个东西怎么 从来不让我们二女东西东西 他怎么这些东西 他怎么能买的 我说不是 不是 那麽看你哪儿糊糊的 我一个 那我比个好死了 不行了 就二百万的 就像标了一样 卖卖 二个 反正他们也不能用了 我说我死 就可我带 他也不能带 卖了现在姐姐 不能给还有垃圾 卖个 卖个 散个 那时候我后悔 我觉得一个 哎呀 我这一辈子 就这么点东西 我就卖了 我这个就 这比武器所乃了 散了吧 我发黑死了 就拿着我 卖就卖了吧 就这么运 这麽 这个捐这个 这个不敢吃 你卖的时候就想到 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 对 你都定下来 死死神神 你都得 再看到你他 堕鱼了 忘眼了 哎 就死你信得了 这次命败 还情况下卖了 但是他一信 我传来好 你就看他的情况 我传来的